马迹无意间的一具小胖堆成了丽莎挥之不去的噩梦 你一定发现了 最近巴仔和丽莎的身材有些变化 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这件事还要从一次游乐园之行说起 这天早上侯莫异常的兴奋 因为今天要去的水上乐园是他童年最喜欢的地方 那些刺激的游乐设施想想都过瘾 可是当来到这里之后侯莫愣住了 曾经刺激的游乐园怎么变成了宁静的乐园 这哪里是水上乐园呢 简直就是泡脚的池子 就连巴仔和丽莎都觉得无聊了 纷纷不平的侯莫决定要去找回曾经的记忆 他们沿着荒废的小路一路前行 最后终于找到了恐怖的超级滑梯 父子三人爬了上去 孩子们看到这里的场景有点害怕 这也太危险了吧 侯莫却是不管不顾的打开了水管 又让孩子们见识一下真正的水上乐园 好吧 这则是毫无退路了 这次父子三人玩得很开心 不过巴仔和丽莎感觉有点不太对接 这身上怎么都开始掉色了 肚子里还在不断的翻滚 大师傅好 最后他们被送到了医院里 医生经过诊断发现 孩子们从里到外都被感染了 非旧的水池里病菌多的超乎想象 马迹感觉有些疑惑 那为什么侯莫没生病呢 孩子们生病之后 需要使用肋骨唇药物 这会导致短期内长胖 这天是新学期的第一天 马迹和孩子们道别的时候 夸奖丽莎是个可爱的小胖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胖堆这个词就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丽莎的心里 在学校里她变得异常敏感 感觉所有人都在嘲讽自己 身材的变化成了挥之不去的心结 同样遭遇尴尬的还有八仔 在玩球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衣服都扯坏了 肖爸们见此过来嘲讽 八仔表示是因为吃了肋骨唇药物才变成这样的 肖爸们一听可就兴奋了 这也太酷了吧 听说健身达人们都会吃肋骨唇 八仔没想到肖爸们会因此和她成为朋友 还带着她去了秘密基地 八仔就这样意外之下加入了肖爸团伙 他们经常一起锻炼 一起欣赏身材的变化 对八仔来说这是强壮 可对丽莎来说简直就是绝望 为了遮住肥嘟嘟的肚子 丽莎甚至改变了穿衣风格 还没意识到问题的马基还以为丽莎是想买新衣服了 于是带着她去了购物中心 这里漂亮的衣服让丽莎的心情好了一些 可是在穿上之后 这显然不太合适啊 丽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更难过了 丽莎崩溃地跑回了家里 无奈之下只能让侯莫去询问 丽莎见此这才说出了马基叫她小胖堆的事 侯莫一听就吓到了 马基的做法简直是犯了当父母的大忌啊 怎么可以对孩子说这样的实话呢 现在必须要想办法缓解才行 侯莫灵机一动 想到了两个她最讨厌的奇葩 要说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帮助丽莎走出阴影 毫无疑问那只有两位姨妈了 如果丽莎也有了她们的后脸皮 就不会再为身材焦虑了 丽莎在姨妈们的帮助下终于平复了情绪 后知后觉的马基这才过来道歉 要是停用肋骨唇后身材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的 恢复完美的身材 这两个词就像是刀子一样插进了丽莎的心里 刚刚恢复的亲子关系再次出现了危机 豪斯妈妈见到这样的场景 主动推荐了一位催眠医生 效果可是很棒的 豪斯此时也是大力称赞 之前我和妈妈陷入了冷战 但是在催眠医生的治疗后 回家后我们就一起泡澡了 这一天马基和丽莎来到了催眠诊所 看着眼前的圆盘他们有些恍惚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来到了一个奇怪的世界 丽莎认出了这里是她的意识 马基对这里充满了心血 可紧接着就被巨大的单词给吓到了 原来她无意间说的一句胖多 会给丽莎带来这么大的伤害 这让马基自责不已 接着催眠师又把他们带到了马基的意识里 这里是马基小时候的房间 马基从来没想到 在她的意识里也有这样一个单词 母亲的一句普通 会成为挥之不去的心结 这让她更加的理解了丽莎的痛苦 随着母女俩的和解 心中如山一样大的单词逐渐变小了 经过这件事 丽莎的心里有了好奇 是不是所有人的意识中 都有这样一个单词呢 我好累秦 我好累秦 中文字幕——YK